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众众们和老师们 大家好 我是耀宇圣丹丽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蚂蚁和鸽子 一天下午 蚂蚁感到很口渴 便走到河边去喝水 一不小心 蚂蚁掉进河里去了 蚂蚁很害怕 不停地在水里挣扎及高声来到 救命啊! 救命啊! 这时 刚脚有一只鸽子飞过 它连忙地在地上做起一片叶子 丢进河里 蚂蚁赶快抓住叶子 爬了上去 终于平安地倒入地上 蚂蚁赶紧地说 谢谢 几天后 当鸽子在树上学习时 来了一个猎人 它瞄准鸽子 准备开架 蚂蚁看见了 心讲 我得想办法救救鸽子 蚂蚁赶快爬到猎人的脚上 容易地咬一口 猎人冲着叫一声 呀!我得叫! 鸽子听到 赶快飞走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 必须感恩通报 因为我都要有没有恩贵 对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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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